是的,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北海道 以前我就很想找機會可以過來 因為北海道就是聽起來就感覺很舒服 然後很多朋友也過來 然後這次來的時候第一天因為下雨了有點小可惜 還好現在出大太陽 但是也蠻開心的 因為可以感受到那個雨中的北海道 然後還可以感受陽光下的北海道 我覺得非常的浪漫 而且空氣很好風景也很好 當然有期待啊 因為我也是到了試婚的年齡 那身邊的朋友就會一個一個的看到他們 很幸福的走入婚姻的殿堂 難免對自己也會很多期待 其實因為經常性的就會穿婚紗拍照 我一直對婚紗沒有太多的憧憬 但是有一天我朋友是跟我說 因為還沒有遇到那個人 如果你遇到一個 你覺得你會為了他穿婚紗走入這個教堂那一刻 其實那種心情是不一樣的 然後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不是很在乎那種禮節啊 就希望可以邀請自己的親朋好友 然後大家有一個簡單的儀式就可以了 以前會有很多的 就是比如說 我覺得每個女生吧 都會對愛情或是婚姻有很多的憧憬 但是越來越你沉澱跟你長大了之後 我覺得愛情或是婚姻都是互相包容 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兩個人 是完全一樣的性格 人家說吸引人的是五官 但是有時候不合的是三官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要 多多地看到對方的優點 不管是朋友或家人 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每個人都會有缺點 但是要記得那些 他們生命中 或是性格中很好的優點的部分 其實我還蠻喜歡旅行的 但是我很懶 我很不喜歡坐飛機 我不太喜歡坐很久的飛機 所以日本會是我 蠻首選的選擇 如果說我的假期只有一個禮拜的話 因為日本第一個東西也好吃 然後空氣也好 然後語言我覺得也沒有太大的隔閡 所以如果首選我會選擇日本 最近在錄一個節目叫做勇敢的世界 在芒果TV正在播出 每週五中午12點更新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一個非常具有戰鬥力的節目 其實謝謝你叫我大美女 真是客氣了 我平常其實逛街不太多 因為我就是要有比較要買的東西 我才會刻意去逛街 因為也不太方便 然後我也不是一個非常愛逛街的人 可是我比較喜歡的時尚單品 我會選擇耳環 因為我覺得耳環 比較可以修飾臉性 然後你並不一定要買到 非常昂貴的衣服 因為有一些衣服的季節性太重了 所以我覺得配飾呀鞋子呀 耳環呀 這些是我比較會注重的 我喜歡就是 因為我覺得女生啊 不管你長到幾歲 心裡面還是會有一顆小女生的心 就比如說一些 俏皮顏色的這種眼影啊 然後手指甲啊 指甲油 這個會讓你在這個過程中 或者是你把這些顏色塗在身上的時候 莫名的就會讓你好像有一點小小的雀躍 所以我還蠻喜歡這種很繽紛的顏色 我這次錄這個勇敢的世界 我覺得陽光真的對皮膚 我覺得適當的陽光是好的 但是真實的 我們有時候一個下午要去曬太陽 就非常的辛苦 防曬很重要 就無論如何你要做好防曬 但防曬的話你就要 卸妝要卸得比較勤勞一點 因為可能防曬的產品有時候 可能會比較吃進皮膚 然後卸完妝之後 一定要記得敷面膜 就保濕防曬卸妝 其實沒有別的 也是都是很簡單 不太需要擦什麼太多的東西在臉上 好啊 我希望明年的時候 我是為了我自己的穿婚紗 哈哈哈哈哈 謝謝 謝謝時尚新娘 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再見